超級不給蔡英文面子 深色蔡翔翔 黃色蔡阿財 520後將跟主人成為第一寵物 但他們可能得真寵了 蔡英文520上任後 將搬到總統官邸 而他的愛貓蔡翔翔跟蔡阿財 是不會住進來的 原因就是因為這裡的腹地 實在太大了 擔心他們因此走丟 不能住進來的還不只兩隻貓 就連原本住在蔡英文 對面的姐姐 及住樓上樓下的胸嫂 也因為官邸規定 非一等親通通不能住進來 寵物 哥姐都在原本的家裡 蔡英文要找新室友陪伴 蔡英文的新鄰居 就是有可能像這樣的中型犬 趴在地上的柴犬 腿比較短的科基 還是警覺性很高的牧羊犬喜樂地 或是台灣本土的米克斯 這些中型犬 都有可能是蔡英文的新選擇 快點 跟小狗很有緣的蔡英文 下鄉時這隻黑狗 就不斷追著牠跑 還差點成為第三寵物 可是我從小長大的環境 都有動物跟我們在一起 我自己也很想養一隻小狗 或者是小貓 可是我常常問我自己說 我如果養了牠 我很喜歡牠 但是我真的有時間照顧牠嗎 從自暴小時候父母忙工作 哥姐上學後一個人在家 雖然沒有玩伴 但爸爸的朋友 常送牠珍貴動物 乳牛 孔雀都養過 喜愛小動物的牠 將養狗當第一寵物 還好沒跟愛貓一起養 否則將上演貓狗大戰 記者下訊成章兩號 台北報導